如何花最低的预算 买到最新意的最合适的苹果电脑 咱们现在就去苹果的ipad市场 看看6000多究竟能拿到什么样的电脑 这一款是2017款的15寸麦克不可破机器的话带触控条 然后这个唾气吧也是非常的大 整体城市还是比较不错的 机器的配置的话是i7四核 然后内存的话是16g的内存 256g的话这个是低配的 所以它配备的是两gb的独立显卡 用着普通的剪辑视频设计的话还是够用的 老铁的话本想要个15款的15寸 但是看到这一款过后就开始心动了 确实比较高档哈 拿完了电脑 现在咱们去帮忙挑选手机 这个是三星的乐特20国航的8加2565g版本 觉得乐特20有屏幕大的 可以选择这款乐特20哈 屏幕的话 我觉得单手操作刚刚好 机器橙色的话也是非常新 没有任何的科砰还行 屏幕的话也是很完美的一个状态 这个机器唯一比较遗憾的就是不支持高刷 但是使用体验的话还是比较流畅的 价位的话也只要三千出头一点 这家当口的三星手机还是比较齐全的 现在咱们上手的是华为的妹特里6加128g的运气还不错 咱们碰到一个带包装配件的 然后机器橙色的话也是非常的亮 从整个机器的情况来看的话 使用率是相当低的 这屏幕也是非常的新哈 每特20和p30破了 采用同款的七零九八点处理器 但是它的价位的话 比三零破了要便宜好几百 所以的话 妹特领是一千多价位 最具性价比的一款旗舰机型哈 自从华为的妹特四零破了二手行情下跌过后 这个妹特四零破了也开始变得香了起来 试试证明华为的旗舰芯片七零九千确实非常的强大 这个机器的话 上手真的说不出什么缺点 使用体验的话也是非常的好 基本上你玩他一天的话是感觉不到他发热的 大家最关心也是被吐槽的最厉害的这个屏幕的边缘的颜色 其实官方是有改进的哈 毕竟这种大曲面的话 无可避免都会产生中的问题 这一款是2020款是29寸的插卡256g的ipad pro20款和18款的主要区别就是 采用a420这一的处理器 后置的话是两个镜头 机器整天成色还是不错的 然后他的屏幕的话会有一点小话 但是这个贴膜是可以盖住的 机器整机全员 没有换过盖板 也没有拆修的一个状况 机械的充电次数也是比较少 屏幕又是完美的一个状态 像这种高端机的话 它屏幕架子都占了一半了 所以的话咱们一定要把屏幕看好 确保它是没有任何暗并 最后帮老铁挑一台13坡了 港版的紧激活全新机 这种机器的话要比未激活的便宜几百块钱 很多人觉得这种机器是激活了 会有一点不舒服 其实我觉得这种机器是最划算的一种 毕竟这种拆封的咱们可以看见机器的品质 对不对 遇到凭空不行的 咱们可以换下一台挑一挑 对不对 对于强迫症来说 这种简直就是福利啊 激活机的话不会长期有 估计的话很快就会断货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小金 咱们下期见